委員長 陳主委 我今天看到你的報告 裡面很多的描述 看到這個資料可能 不是很夠 所以我想要跟你請教 譬如說你在報告的第四頁 你有表達說 全政交易金額擴大代理的稅收增加 預估聖交稅 稅收可以增加5.08億 每年可新增盈利事業所得稅 及相關就業收益是稅收4.483億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這個 稅率降了之後 到底會減收多少 你這裡面沒寫 我很快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這整個全政的 這一個交 整個全政有關係的這些稅 就直接的交易的這個部分的稅收 第一個 是我們的那個 全政本身 因為全政它交易的金額小 所以全政本身大概3億多的稅 所以你如果減了之後 就是減了3億多 沒有沒有 這個不是 這個是會在 這個會加的 因為它稅率是千分之一 加的後面你有寫的嗎 加的我看得懂 那個 喂 我整個跟你報告一下好不好 很快 大概花個一分鐘 另外的話 因為它是造勢 因為它造勢要避險 避險它要交證券交易稅 那個是千分之三 那個是比較大 所以那個是12億的稅 現在我們如果說把它避險 稅降下來的時候 就從千分三降千分之一的時候 那就少了 少了三分之二嗎 八億多 對 但是 如果全政那個交易能夠增加的時候 我們 證券交易所估計 因為我們現在是因為造勢的成本太高 實在是太高了 因為你想想看 它的稅比那邊的那個 全政交易稅還多了兩倍 所以把這個全造勢的成本降下來以後 它的全政的交易會增加 全政的交易可以增加兩倍 兩倍的話 全政這邊就再加六億多的稅進來了 另外的話 因為它造勢 本身 它要避險 因為 因為交易量的增加所增加六億多 剛剛說 因為這個減稅是少了八億多 但是還有 還有那個 因為交易本身 它避險那個交易本身也要繳稅 避險那個交易本身 因為它差不多等比例的 等比例的要再去做避險 等比例在做避險的時候 雖然它稅率 稅率變成百分之一對不對 只有三 只有大概說 只有差不多 這個什麼 稅率只有千分之一對不對 所以剩下四億多嘛 對不對 四億多 但是它要再去避險 要增加兩倍多的避險 所以這個部分又再收回八億多的稅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你寫清楚嘛 不然 這很多在場的都是大專家 但是我不是 我本身是讀法律書 會把這個詳細的資料再補充給汙 對因為你這樣看 我這樣實在 對 它的前提就是說 我們是從韓國的經驗 因為這種避險 可是喔 根據我的經驗 我們主管機關 每次在講一個制度 要更新的時候 都會把前景講得很好 但是說會怕死人 到最好做的都笑死人 我舉一個例子 我是很審慎的人 有些特別 全證這個事情 確實因為國際上面 大家有例證可循 看得很清楚 那希望將來可以 驗證你的評估 謝謝 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五頁 你說 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期交稅 調降或停增股類 股價類期貨 契約 這期貨交易稅 唐本次交易稅 能於102年1月有十萬分之四 調降十萬分之一 甚四分之一 預估105年期交稅收 可達到五十一余億 就是恢復到現在的水準 那就是要擴大變四倍的量 因為你的稅率降成四分之一啊 你要回到現在的那個交易稅的水準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交易量擴大四倍 這個跟國際報告 做得到嗎 這過去歷史上確實有這樣的經驗 我們每次調降稅的時候 過去調了兩次 每次都是調百分之六十的稅 兩次都調百分之六十的稅 百分之六十的稅 百分之六十的稅呢 經過了三年以後 他大概稅收就逐漸恢復 上一次的調整呢 也是調了百分之六十的稅 但是到今年的時候 已經恢復到了九成了 已經恢復九成了 所以如果我們這次在調 從萬分之四調整 十萬分之四調整十萬分之一 就調整百分之七十五 那我們是預期說 如果是百分之七十五的話 過去六成是三年嘛 百分之七十五我們希望四年左右 應該可以 那就剛剛的邏輯啊 那如果這樣子你增加稅 如果調降一半的話 是成交量會過到好幾倍啊 這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期貨呢 是跟新加坡要去競爭 新加坡現在的交易成本比我們低 是這樣 而且這個部分本身 它對整個期貨交易的 整個成本的負擔是非常的重 因為期貨是衍生性的 所以你買一筆東西的時候 就是說你這個明目本金雖然很大 但是你要付出來金額不大 那相對這個稅率對它的負擔就重 但是最主要還是 因為新加坡跟我們競爭的關係 好 那我在請教你第六頁 你說評估說銀行提列呆帳 得任列費用相關稅付問題裡面提到 說如果提高到被底呆帳提列比率到1的時候 你認為對於稅收影響只有91億 那這個計算的基礎是怎麼出來的 我很快報告一下 剛剛已經說了齁 我們現在是要求說所有的那個 第一類銀行的資產 目前銀行資產 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 被底呆帳提列目前是多少比例啊 現在是差不多不到1 1點多少 整個是1 整個差不多1.1 那可是你只有提高到1 提列比率是1呢 我很快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這裡面有個制度 我們對銀行的受信資產 它有五類啦 第一類就是說通通都正常的 我們就規定說它有一個提存的比率 就是呆帳的比率 現在就講這一類嘛 第一類受信 不是不是不是 對對對沒錯沒錯 但是第一類現在我們只要求到0.5 其他的各類他可能就更高了 有2% 有2%多少 那從0.5提高到你這裡講的1 要多提列多少 大概要多提了600億的 600億 536億的這個 那為什麼提列536億 這會影響到稅金 會稅收也會影響到 有因為那個直接要減盈餘嘛 它這個是費用嘛 費用就盈餘就要減500多億嘛 乘以17%就是91億 而這個呢不是說 永遠說不到 這是說因為它是貝底 貝底今年提的當費用 但是以後如果你發生實際的代帳 就從這個費用去衝 將來就不用再繳這個稅了 那我也報告一下 其實金融業對這個稅收貢獻是很大 很努力的啦 這兩年金融業的 金融業的獲利都超過2000億 今年要超過也是超過2000億 這兩年增進 貢獻出來的稅收就多少 這兩年 你多賺錢多繳稅本來就合理了啊 對對所以啊 所以沒有錯 所以我並沒有說多過問的要求啊 因為我現在是為了金融監理上面的需要 希望說能夠上 可是你知道嗎 銀行它過去本來的 它是要繳5%的營業稅嘛 結果2%拿去做那個 另外3%拿去打呆 那你現在打呆如果打完之後 這3%現在也收不到啊 所以國家的稅收其實是在流失當中啊 全世界齁的銀行 這個部分 因為它沒有進向收入啊 所以它 它沒有進向稅付 所以它都沒有營業稅的啦 那我們 後來呢 我們以前沒有營業稅為什麼以前會收5% 我們後來在改加值型營業稅的時候 那時候就考慮到說 讓它去充實它的財務 是這樣子 那是因為 是因為遇到那個金融的困境嘛 那時候是 因為銀行的呆帳太多啊 所以才有一個特殊的政策 因為加值型營業稅的觀念 就是說它有進向稅額去抵那個 銷向稅額嘛 那銀行是沒有進向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它才要求說 這個部分讓它去充實財務 那而且再要跟它說2% 是這樣子的原則 好 那因為這個 你這個評估報告 可能是因為你們都很內行 所以你寫的都很簡單啦 那對於我們這個 在學習當中的人 看起來就很吃力 很多地方都要一直要去請教人家 所以這一點要跟你講 另外 目前的情勢真的很險峻 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啊 說大都會人收要裁員三分之一啊 啊不是說這個 這些大型的金融機構 不會有這些問題嗎 怎麼這些問題就出現了 跟委員報告是這樣子啦 因為他最主要是他跟他整病啦 那一般整病的話 因為組織一定會重新調整 而且組織有組織一定會減縮嘛 所以他對孽勤員工啦 是孽勤員工這部分 他給他一個選擇啦 這完全是他自己選擇 自願性的 不過我們也會要求說 他儘量還是要這個 照顧好員工去 所以這120個是自行選擇之後 總統計的結果 對對對 而且另外的話 其實保險業這個行業 目前還在擴張 還在成長 所以我們相信說 這些統治人 他應該很快可以 就被其他產業 被其他行業吸收 或其他的那個業界吸收 保險這一塊是要很注意的 因為我們現在利率很低啊 這早年的收的保單利差損很大 那其實各個行業 這個行業現在經營的困境就是 不停持續在虧損啊 所以我現在 我們現在積極的這個協助他們 增加他那個投資的標的 另外的話就是說 對 你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但是問題是常常是這樣子 當這個 當這個學生表現不好的時候 你又把他那個投資標的 又把他綁得更緊 所以我也對這個 我也對這個事情長期也很關心 確實也沒有說 這是個兩難啦 我們也會檢討 因為你也要求我們說 來注意這個事項 我們會檢討 是啊 因為要給他一條活路 因為這些大道 大道不能倒啊 任何一家出問題的話 對社會都是會引起非常大的動盪 而且我們很審慎 我們現在對他們的整個報酬力 我們去射算說 他大概要增加多少 風險貼水 流動性貼水 才能夠去彌補 他的未來的這種經營損失 因為還好是這個 他現在史差異還不錯啦 前幾天 有在聯合網報登了一個半版的 那個 你有看到嗎 其實我關心的不是他講的那些問題 我擔心的是 如果你現在 為了要把這個燙手山域丟出來 你給他補貼 假設就是報紙上登的 那廣告說一千億以下啦 那不論是多少 接手的人將來經營不散 最後這個問題又丟回來政府手上 到底誰要負最終的責任 這個我們會很注意 因為上次委員也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很注意 在制度的運行之下 怎麼樣是 那假設你這個燙手山一丟出去之後 會的還不能解決 球又傳回來給我們 結果我們現在支出去的這些錢就 變成大家納稅人的錢就被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一定會很審慎啦 尤其這個他這個接手的人 一定要負全部的責任 而且要有能力負這個責任 對阿所以我就說 那個負的責任是不是 應該要把它嚴格的理聽清楚 在你們的公告裡面 要把它嚴格的理聽清楚 這個問題我們再來這個檢討 好好謝謝你 謝謝